人间经常讲一句话叫执迷不悟 因为你执着的某一件事情 我一直迷在里边 你就不会开悟 想一想很多女孩子 刚刚迷恋上一个人的时候 爸爸妈妈跟她说 这个男的不能要 以我们父母亲的经验 这个是个坏男人 爸爸妈妈又不是你嫁给他 我愿意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他只要执迷了 他就不悟了 在我们澳大利亚 当年有很多留学生过去 他们迷恋的gambling 赌博 他们迷恋着各种各样的一种 有吸毒 这个在澳大利亚都是 有专门的地方 它都是合法的 但是你迷进去了 你就不会开悟 你就一直钻在里边出不来 这就是为什么人这么可怕 当一个人不能思考 不能明白自己在干什么的时候 你就是在迷雾当中 所以才会产生出苦海无边啊 所以学国人要懂得 我们的心要宽 要不要狭窄 我们今天的幸福 是我们的心所造 我们今天的难过 也是因为我的心所造 所以精进的修行 那才是学国人的回头试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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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